明天天氣如何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老外 老外請說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快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迎接農曆春節 已經倒數計時了 消息已經有不少人 也在雀躍 準備開始放廉價 今天天氣上 縱然在華東地區 有零星的雨勢 但是量真的都是 非常非常的少 而在西部由北到南 天氣真的是好棒棒 大多數是傾倒多雲的天氣型態 而在我們的南高平地區 遠光露臉的時間更是長 所以不用說 還一度會讓人覺得 以為是來到了夏天 之所以會這樣子說是 主要是因為今天 我們台灣本島平地的最大溫 是突破到了30度以上 來到了30.2度 地點是在高雄的山林區 但要提醒您的是 如果您現在要出門的話 就外套可就要穿好穿滿 畢竟我們的天氣系統 還是處在冬天的狀態 這日夜間的溫差 天氣一好就會特別的明顯 同時也要提醒您 明天星期五 各地天氣上 會有明顯的天氣變化了 等等我們就先從這個 年假前夕的天氣圖卡 牆先來看看 在這裡要先提醒您 明天出門的話 語句最好戴在身上了 就圖卡上的資訊 可以清楚地看到 明天開始到星期六 這一段期間 全台都會是有雨的天氣形態 特別是在我們的南部地區 這雨勢會比北部地區來得明顯 過有這樣子的變化 主要就是受到南方 雲氣向北抬升的關係 而在北部地區的話 這一個也會有下雨 但是則是受到另外一個 天氣系統的影響 也就是封面通過的關係 帶來的雨勢 但強度沒有南方來的雲氣強 而各地的溫度上 還不算太冷 但是到了星期天開始 也就是這個小年夜一直到初一 也就是二月一號 雖然水氣會明顯地減少 但是冷空氣會跟著來 預估北部的最高溫 只剩下19度了 跟中南部相比的話 感受上就會比較濕冷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 衛星雲圖一起來了解 相關的天氣資訊跟系統 圖卡上可以清楚看到 在南方這個雲氣就在菲律賓 東西兩側開始向北排升 而在華中地區這裡 是有一道封面雲氣的 這也就是為北部帶來降雨的封面 未來在兩個天氣系統的夾擊之下 明天開始天氣會變得很不穩定 同時也要提醒在西半部地區的朋友們 深夜跟清晨的時候 容易會有這種低雲跟局部物的產生 用路上駕駛朋友要多加注意了 另外等到這一波封面跟南方雲氣通過之後 強烈大陸冷氣團 也就是這個冷空氣 東北會開始南下 東北風會增強 海上是容易會有強風跟大浪的 到時候想搭乘交通船的朋友們 也要注意這船隻航班可能會受到變化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許子母 湖南一根滿洲最低溫16度高溫室 有23度注意短暫的雨室 泰武來一根春日最低溫12度高溫室 有24度降雨機會最高有7成 三地門物台一根馬甲最低溫13度高溫24度 同樣留意短暫雨室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6度地點 是在桃園而高溫室只有24度 同樣留意短暫雨室 嘉義達里山溫度收落在6到23度之間 同樣有雨的天氣形態 南土的原鄉最低溫降到2度地點 是在枕埃而高溫室有23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落在7到24度之間 傾倒多雲的天氣形態 苗栗的原鄉最低溫降到11度地點 高溫是在堅持高溫22度 傾倒多雲的天氣形態 北部地區來根復興最低溫11度 高溫是只有19度 一旦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溫9度 高溫22度留意短暫雨室 花蓮的新城花蓮是根吉安 最低溫18度高溫23度 同樣留意短暫雨 秀林跟萬榮最低溫11度高溫23度 降雨機會最高有8成 受風跟風冰最低溫16度高溫23度 鳳林光復跟瑞瑞最低溫17度 高溫22度降雨機會最高有7成 華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降到5度地點 是在左溪而高溫是22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最低溫18度 高溫25度降雨機會最高有7成 縱谷地區最低溫降到12度地點 是在海端而高溫23度 鹿野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16度高溫是有24度 南匯地區最低溫降到14度地點 是在京峰而高溫24度 留意短暫雨室 揚美大夫人的藍雨 溫度是落在20到24度之間 外島的蓮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10度高溫 是只有20度多雲的天氣形態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迎接新年幾項重點請先注意 明天到星期六這一段時間 天氣是容易下雨的狀態 外出活動的話請多注意 而星期六的下半夜開始 冷空氣也就是強烈大陸的氣團 會跟著來 感受傷不僅潮濕還會冷 而且越接近除夕就溫度 會降得越低 正是今天晚上 到過年前的天氣分析 而2022除了祝福大家 浮湖身風之外 更要幸福快樂 一切順心平安 好 感謝老衛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環保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文貓斯 我您呢 美鳳咪さん